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最晚也只需下周六主场与狼队的英超便可重返赛场 卢克肖已经为自己定下了下周付出的目标 本周他只能在卡林顿按照六部指引 逐渐恢复正常训练 万联官网声明也证实 卢克肖必须通过强制性缺席七天的脑震大保护程序 才能被允许回到赛场 因此 星期六晚 万联作客沃特福德的维卡拉格路球场时 相比上轮 木帅将至少缺少两名球员 受伤的卢克肖和进赛的拉施普德 而万联的主力阵容已经相对固定 恐怕只有两个位置存在变数 其中并不包括卢克肖缺阵留下的左边位位置 因为33岁老将阿什利杨几乎肯定取而代之先发 他是上赛季的主力左后卫 仅有的无法确定先发的 是中尉林德勒夫和后腰队莱尼 后者也因为被部受伤 提前退出了比利时国家队 斯莫林的中位位置目前较为稳固 林德勒夫则需要与巴一竞争先发席位 中前场伯格巴 马蒂奇 林亚德 桑切斯 卢卡库 队长阿伦西亚和门将德赫亚的位置几乎不可动摇 因此木帅克战英超好取四连胜的沃特福德时 替补习球员的选择反而更令人感兴趣 其中包括中尉林德勒夫和巴一 谁将坐在板凳上 无论哪个落选先发 都必然会引发关于其未来的传闻 而卢克销受伤后 编后卫的替补人选同样值得关注 究竟是今下奔响弥队的达米安 亦过木帅执教曼联引进的第一个编位 小将达洛首次亮相英超 另外 拉什福德红牌停赛 被木帅罚款的马夏尔 是不是将再次得到证明自己的机会 让埃德伍德沃德找到与他续约五年的理由 万连高层和球迷都会密切注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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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